这可不是标题党,而是真的。 科学家在最新的数据里发现了一些关键线索,指向一个大胆的可能。 爱因斯坦方程里的那个著名常数,过去一直被当作永远不变的数字,也许其实会慢慢变化。 最近几年累计下来的精密天文观测数据,开始对爱因斯坦最惊得起时间考验的理论之一。 所谓的宇宙常数提出了实实在在的挑战。 让科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百多年来几乎被当作教科书定论的概念。 从暗能量寻天计划和暗能量光谱仪DESI收集的大量观测结果显示,那种被称为暗能量的东西。 也就是负责把宇宙往外拽,让宇宙加速膨胀的神秘力量。 看起来并不是一直保持同样的强度,而是有可能在悄悄发生改变。 芝加哥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基于成熟的物理理论。 搭建出了全新的数学模型。 结果指向同一个结论。 暗能量的大小可能会随着宇宙年龄的增长而缓慢变化。 这种细微的变调。 足以改写我们对宇宙为什么会加速膨胀, 以及它在极其遥远未来会走向何方的整体认识。 在接下来的这段视频里,我们会一步步拆解这个发现到底意味着什么。 看看背后具体有哪些观测证据支持它, 并且聊聊如果这一趋势被继一步证实。 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 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研究版图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 那就不卖罐子了。 我们从头说起, 一点点把这个听上去有点抽象的问题, 讲成大家都能跟得上的故事。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主流宇宙学里, 天文学家几乎都是在同一个前提下工作, 按能量就像空间本身自带的一种固定背景能量。 无论宇宙怎么演化, 它的强度都保持不变。 这个看似简单的假设, 支撑了无数计算与模拟。 爱因斯坦当年在广义相对论方程中加入的这个宇宙常数, 一直是所谓Lambda CDM标准宇宙学模型的核心支柱之一。 而这个模型非常成功, 能在误差极小的范围内。 准确解释我们目前对宇宙年龄、 结构分布、背景辐射等各类观测结果。 但是, 当科学家把不同大型观测计划的数据统统统放在一起做经济比对时, 开始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地方。 这些偏差都不大, 却方向一致, 反复出现。 说明可能不是单纯的测量误差, 而是在告诉我们某个基本假设出了问题。 按能量寻天, 按能量光谱仪DESI, 再加上测量宇宙微波背景的普朗克卫星。 这几项计划就像给宇宙做了多角度体检。 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精度记录了宇宙在不同时期的膨胀速度, 拼出了一幅极其细致的宇宙膨胀时间轴。 研究人员把这些来自不同宇宙相机的数据叠在一起一笔, 发现一个微妙的现象。 在宇宙比较年轻的早期阶段, 膨胀节奏还算合拍。 但到了最近这段时期, 实际测到的膨胀速度似乎比标准模型给出的预测值略微慢了一点点。 这个差别并不是惊天动地的那种。 在大约数十亿年的宇宙历史里, 暗能量的密度看起来只减少了大约10%左右。 但对于精打细算的宇宙学家来说, 这个偏差已经超过了随机波动的范围, 具有统计学上的说服力。 简单说, 这些数据在向我们悄悄暗示。 暗能量的强度大概不是一条彻底笔直的横线, 而更像是一条极其缓慢, 几乎看不出来倾斜的曲线, 说明它可能会随着时间轻微变化。 为了检验这种暗能量可能再变的猜想, 芝加哥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乔什, 弗里曼和安瓦尔杀吉布, 放弃了把暗能量当作简单常数的做法, 转而建立了一类新的模型, 把暗能量当成像电磁场那样 可以随时间演化的动态场来描述。 他们的工作在2025年发表在权威期刊《物理评论》上。 论文里的分析显示, 这类会随时间缓慢变化的暗能量模型。 在拟合观测数据方面, 整体上比传统的恒定暗能量方案更贴合。 尤其是在描述最近几个宇宙时代的膨胀历史时, 更为自然。 在他们提出的理论途径中, 暗能量可以想象成由一种极其轻微, 类似轴子的粒子场组成。 这个场在宇宙绝大部分时间里几乎一动不动, 像是停在斜坡顶端的球, 只是到了比较晚近的宇宙时期, 这个球才开始慢慢顺着很缓的坡往下滚, 导致暗能量强度出现细微变化。 随着这个轴子场一点点松动并继续演化, 它所携带的能量密度会缓缓下降。 这样得到的演化曲线, 恰好于目前多项宇宙膨胀测量中 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略有减弱的趋势相吻合。 尽管这种效应在数值上小得惊人, 目前也还在被反复检验之中。 但如果它是真的, 那就意味着, 暗能量, 这个在总能量预算中占到七成多的宇宙大头, 可能并不是一块死板的背景布, 而是一种随时间缓慢起伏的活跃力量, 贯穿在宇宙的大尺度结构当中。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 可能正是这种活动第一次被观测到的信号。 如果未来的观测继续支持这一结论, 它将成为自上世纪末 人类发现宇宙在加速膨胀这一重大事实以来, 宇宙学领域最深刻, 影响最大的一次概念更新, 逼得我们重写教科书上关于宇宙命运的章节。 时间倒回到1917年, 爱因斯坦最初把宇宙常数塞进自己的引力方程, 是为了让宇宙在数学上保持既不收缩也不膨胀的静态状态, 可当后来人们观测到兴起之间确实在彼此远离, 宇宙真实在膨胀之后, 他就觉得这个常数多次异据, 甚至把它称作自己最大的一次失误。 讽刺的是, 在几十年后的1990年代末, 当天文学家惊讶地发现宇宙不但在膨胀, 而且膨胀越来越快时, 人们又把这个被爱因斯坦嫌弃过的宇宙常数重新捡了回来, 把它当作解释加速膨胀最简单, 也最朴素的一种方案。 从理论角度看, 这个点子其实相当巧妙, 只要在方程里加一个不会变的常数下, 就能优雅地解释为什么宇宙会被一种均匀的斥力推着加速往外扩张, 既省视又符合当时的观测。 在这种图景下, 空无一物的真空并非真正的什么都没有, 而是自带一份恒定的能量密度, 这股真空能量像一只看不见的手, 持续而稳定地推着宇宙膨胀的步伐, 让加速过程始终保持同一个节奏。 而现在冒出来的新证据在提醒我们, 把一切简单归结为固定真空能量的做法, 也许只是接近真相的一半, 背后可能还有一层更复杂, 更动态的物理过程没有被纳入这个故事, 越来越多的模型开始假设, 暗能量更像是一种标量场, 可以在整个宇宙空间里分布, 数值学会随时间而改变的物理量, 它不会像常数那样一成不变, 而是会在宇宙从年轻走向衰老的过程中, 慢慢调整自己的力度。 有意思的是, 这样的标量场并不是凭空杜撰的概念, 在不少高能粒子物理和弦理论的数学框架里, 这类场本来就自然而然地会出现, 因此用它来扮演暗能量的角色, 在理论上并不突兀。 更重要的是, 这种思路把研究宇宙整体命运的宇宙学, 和研究最微小粒子行为的量子物理学紧紧连在一起, 传递出一个有趣的信息, 宇宙的加速膨胀, 也许并不是被某个写死的常数控制, 而是源自无数微观量子过程累加后的集体表现。 在众多可能的标量场候选者里, 弗里曼和沙吉布把目光集中在一种叫做超清轴子的粒子上, 这种假想粒子的质量倾倒难以想象, 比我们熟悉的电子、中微子都要小得多, 是目前所有已知粒子之下在往下的一种极端极端倾的存在。 在它们描绘的演化曲线上, 宇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按标准预期的节奏膨胀, 直到某个时间点, 这个超清轴子场才开始苏醒, 从原来的稳定位置缓慢滑动, 于是与之相关的暗能量强度便开始一点点减弱, 影响了后期宇宙膨胀的速度。 这种基于轴子场的物理模型, 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它不仅能复现现有宇宙膨胀观测中看到的细节, 还能顺带对一些长期困扰宇宙学家的数据对不上的问题, 给出一个相对统一的解释框架。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难题, 就是所谓的哈勃常数张力, 用近临星系和超新星测出来的膨胀速度, 和用宇宙微波背景等早期宇宙信号算出来的数值总是对不上。 这种近处一套, 远处一套的结果, 让科学家多年来颇为头疼。 如果按能量的强度在宇宙后期发生了哪怕一点点演化, 那么整条膨胀历史曲线就会轻微改变。 这种微调有可能让远处和近处两种完全不同, 测量方法算出的膨胀率变得更接近, 从而缓解甚至消除这项长期存在的张力。 更让理论物理学家满意的是, 这类演化中的暗能量模型, 放进现代量子常论的大框架里也十分自然, 不需要额外引入太多奇怪的假设, 整体结构看上去相当顺严。 在这种新视角之下, 暗能量不再是人类随手往方程里加的一个方便用的常数, 而是宇宙中真实存在的某种场的表现, 是可以通过物理法则推导和演化出来的量。 换句话说, 暗能量更像是这些基础场在遵守物理定律演化时, 自然而然涌现出来的副产品, 就好比很多水滴流在一起会形成水流, 是整体行为的一部分。 而不是额外贴上去的标签。 这种看法的迷人之处在于, 它搭起了一座跨越巨大跨度的桥梁, 一头连着银河系, 星系团这些浩瀚的宇宙结构, 另一头连着比原子还小许多倍的亚原子世界, 让最大和最小的物理规律有机会在同一个故事里相互呼应。 当然,话不能说得太满, 现在就宣布这些新模型已经完全取代Lambda CDM标准模型, 还远远为时过早, 毕竟后者在很多方面依然非常成功, 目前知识按能量演化的证据还比较初步, 科学家也非常谨慎, 他们必须先排除掉各种可能的系统误差, 包括仪器偏差, 数据处理方式甚至样本选择带来的偏差, 才能确认这些信号真的来自宇宙本身的行为。 不过啊, 仅仅是按能量也许会随时间变化这一点点可能性, 就已经让整个理论宇宙学界重新活跃起来, 它像一扇刚刚被推开的窗户, 让我们有机会从全新的角度去思考空间, 时间和物质在最深层次上是如何相互牵连和影响的。 如果未来的观测最终做事, 按能量确实会随宇宙年龄慢慢变动, 那它带来的影响不只是羞羞补补几个参数, 而是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宇宙整体命运, 包括远在数万亿年之后将会发生什么的基本想象。 在传统的恒定暗能量途径中, 宇宙的膨胀会一直被同样强度的加速器推着, 永远越膨胀越快, 最后的结局就是所谓宇宙大冻结, 星系彼此越飘越远, 新恒星难以形成, 旧恒星逐渐熄灭, 整个宇宙变得越来越稀薄, 黑暗和寒冷, 而如果暗能量会一点点减弱, 那么宇宙这台加速器的油门就会慢慢松开, 虽然膨胀还在继续, 但加速度会逐渐下降, 宇宙膨胀的节奏将不再那样猛烈, 在这种情况下, 宇宙依然会不断变大, 但速度更像是从狂奔变成了快走, 这有助于避免一些极端的理论拮据, 比如宇宙大撕裂, 那是一种更夸张的情景, 加速膨胀强到连星系、恒星, 最终连原子本身都会被撕扯开来, 由此勾勒出的, 是一幅更加温和却依旧转过的途径, 宇宙在极长的时间尺度上保持动态变化, 一边继续膨胀, 一边缓慢降温和老去, 但整体过程较为平稳, 没有走向极端灾难性的终点, 从更实际的层面看, 只要我们承认暗能量在演化, 那么所有涉及宇宙膨胀的测量, 包括我们如何换算宇宙距离, 如何理解星系团是怎样聚集在一起, 以及暗物质在宇宙中是如何分布的, 统统都要重新细致地校正和解读一边, 因为暗能量的行为方式, 会直接影响到一系列关键宇宙学参数的数值, 比如宇宙年龄, 总物质含量, 空间几何形状等等, 所以搞清楚它到底是恒定不变, 还是会缓慢演化, 不仅是学术上的兴趣问题, 而是整个宇宙学标识体系的根本前提, 好消息是, 人类并不是两手空空地面对这个难题, 我们已经拥有或即将拥有足够强大的观测工具, 可以真正把这些不同理论放到同一个实验台上进行检验, 在智力高原上, 全新的维拉鲁宾天文台就要正式展开它里程碑式的观测计划, 这座望远镜专门设计用来反复扫视同一片天空, 记录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细微变化, 它将执行名为LSST的大规模寻天任务, 长期跟踪数十亿个星系, 类星体和超新星, 像拍岩石摄影一样, 把宇宙膨胀速率随时间变化的全过程, 一针一针地记录下来, 未按能量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高清视频, 另一方面, 欧洲航天局在2023年发射的欧纪里德太空望远镜也已经载轨工作, 它通过测量数以亿计星系的形状和分布, 正在绘制一张极其精细的宇宙三维几何地图, 帮助我们看清大尺度结构是如何受按能量影响而形成的, 而地面上的DESI仪器则会继续获取成百万上千万个天体的光谱数据, 通过测量它们的红移来重建物质在宇宙中的三维分布, 就像做一个巨大的宇宙CT扫描, 当这些不同望远镜的观测成果组合在一起时, 它们就能从多个角度交叉验证, 把按能量恒定与按能量演化之两类模型拉到同一张试卷上考试, 给出一次相对决定性的检验, 如果按能量真是一种会演化的场, 那么无论我们看的是早期宇宙的背景辐射, 中期的星系分布, 还是晚期的超新星信号, 都应该在各自的数据里看到同样方向的指纹特征, 联合作用下就能把这种演化从噪声中清晰地拎出来, 这场关于按能量的翻案并不仅限于天文学本身, 它其实会一路延伸到更深层的基础物理学, 影响我们对自然界最根本法则的理解, 如果按能量的密度真的在变化, 那就等于在告诉我们, 所谓真空并不是一个完全静止的背景舞台, 而是一个会随时间缓慢改变属性的物理介质, 它的能量, 结构甚至量子状态, 都可能不同时期不太一样, 这会让宇宙学和许多看似高深的理论方向产生更多交集, 比如量子场论中的真空掌握, 各种修正引力理论, 甚至早期宇宙中曾被认为驱动暴障的那些场, 都有机会被拉回到同一张桌子上重新讨论, 不管最后的答案是按能量真的会演化, 还是数据最终证明它依然横顶, 这个研究过程本身都在推进科学往前走, 它迫使我们用更系统, 更全面的方式, 把宇宙学和量子物理联系起来, 用前所未有的视角去审视自然界的整体途径, 所以, 现在我们得留下这样的余地, 按能量可能并不是那块始终不动的背景板, 而更像是一位缓慢变换节奏的幕后指挥, 它的强度也许正在宇宙漫长的时间轴上, 一点一滴的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慢到我们需要集结整整一代人的观测, 才能看出端倪, 一旦这一点被确凿证实, 我们不仅要重新绘制宇宙膨胀的历史曲线, 还得回过头来, 重新审视爱因斯坦那套著名引力方程, 在宇宙尺度上的适用方式, 甚至思考是否需要在其中加入新的物理内容,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 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 宇宙并没有把所有秘密一次性告诉人类, 它仍在通过这些细微的信号, 慢慢向我们展示自己真正的运转规则, 而我们能做的, 就是持续改进观测和理论, 耐心地听懂它在说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